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ACEC基督徒看新闻 我是文华 又到对话天路课时间了 我和Jacob一起来看新闻 你好Jacob 好的三姐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 今天呢 我其实有两个经历 我就想特别想谈一个阴谋论的话题 我就跟那个素星讲说 我们要谈那个阴谋论的话题 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 他是支持川普的 这个人呢 是个上海人 非常能干 非常聪明 是个女博士 学法律的了 他是做关于专利方面的东西 但我们以前在支持川普的时候呢 就特别的话特别投机 可能因为前段时间他有点沮丧 他就说哎呀 怎么搞的支持川普 支持到现在都没有什么进展 好像一个一个都是坏消息传来 后来他也就不再关心这些事情 最近就是因为又发生什么俄乌战争 都没跟他talk 然后就支持local的竞选的人 我就想起他来了 因为他也在我们这个地区嘛 然后我就把他拉到我们群里来了 就跟他简单聊了一下 说到俄乌的问题 他就问我的立场 我就说我也不支持乌克兰 我也不支持俄罗斯 他一听说 那你不就是支持普京吗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他说这个他侵略人家乌克兰 你为什么不支持乌克兰呢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不了解真相啊 我说不好发话讲 然后就我就发了一些全媒体的消息 给他看啊 全媒体上有一些访谈节目 是访谈的俄罗斯人啊 还有这个乌克兰的人都在上面 我就发了一些节目给他看 他看完了以后突然说 那你的立场不是很清楚吗 你就是相信阴谋论吗 哎呀 我觉得就是说 好像我跟他就是几个月 没有talk关于政治上面的话题 就一下子人啊 就是那个距离好像拉得像 有几十年那么远 就是我们的那个认知啊 就差这么远 所以我就想说 哎 我们要要聊一聊 关于这个阴谋论的问题 因为好像很多人 包括支持川普的人 他们都对阴谋论略知一二 所以我就不知道说 哎 我都没有跟你聊过这个话题 阴谋论这个 这种提法 我觉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概念里面 好像也就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 特别是这个川普 他上台以后 在他的这个执政期间 甚至在他上台之前 他在竞选的时候 提出的一些观点 还有一些理论 都让我们觉得 好像跟我们之前听过的 这些主流官方媒体的 这些言论是不一致的 甚至有很多是第一次听说 像所谓的深层政府啊 包括像有些这种阴谋集团 在背后怎么样 其实这些东西 以前的这个主流媒体和政府 是不会提的 甚至就是完全就是否定的 但这个话如果从川普 然后他又当选总统以后 从他这里讲出来的话 那我们大家就会重新去考虑这个问题 但而且有很多的这些 所谓的阴谋论都在一件一件的变成事实 所以在这个 这种一个前提下面 我觉得我们就不能够简单的 把阴谋论等同于这个谎言 或者是谣言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去 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来对待这个阴谋论这几个字 你说的开放的态度是 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就是说我可以 我们可以遇到一件事情 可能超出你的这个认知 或超出我们的想象 但是我们不要简单的去否定它 或者说就认定它一定是假的 那就像我们在这个整个疫情期间 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听到阴谋论 就是说一开始 当这个疫情发生在中国的时候 那我们都认为 这个是来自中国对不对 这很简单的事实 它就是从中国来的 这个没有人可以否认 但是当川普这样说的时候 他说这个 it's from China 就是只有常识 但是呢 我们就发现这个民主党 或者是那个 这个主流的这个官方 或者是医学界 他们就 他们就开始反对川普这种提法 说他是种族主义 甚至在加拿大 这个特鲁多也是在利用这个 在给自己造势 说这个 我们反对 就把这个病毒 把它种族主义化 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否定 这个种族啊 我们只是基于一种常识 认为这个东西在哪里爆发的 那就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但是如果他们连这个常识 都要去否定的话 然后把这个疫苗 把这个病毒来自中国 这个事情等同于阴谋论 那我觉得就 这就违反我们的常识了 然后另外 还有在这个疫情发展的过程里面 有人认为这是实验室在泄漏 然后这个又被当作阴谋论 那我们觉得实验室泄漏一种病毒 这难道不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吗 这非常合理啊 为什么一开始就会把它否定 否定成一个阴谋论 就认定成阴谋论 我觉得本身这就很可疑 因为你还没有充分的论证 你怎么知道它就一定不是从 这个实验室泄漏的呢 那你为什么要一开始就要去掩盖这件事呢 所以当他们在提阴谋论的时候 其实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 就是说有这种独立思维的能力的话 我们就会去怀疑 你为什么去给他扣上这个阴谋论的帽子 所以有时候我们 我反而觉得有些阴谋论 我们真的要不妨就多听听再看看 不要一开始就把它否定 因为这样的话 你等于就是你少了一个去证实一个事实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你这种态度 就是开放的态度 实际上就是说不要先给他下结论 对吧 对 我们看到所有的关于疫情的这些传言传闻 不都是一件件都证实了吗 就变成阴谋就变阳谋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说一个事情是阴谋论 我还真的还对他刮目相看 其实我还不会跟着这个主流的这个叙事去走 我是觉得这样 你现在的反应状态 实际上是因为你对这个主流媒体 最近你就是说这么几年下来 你对主流媒体你是有认识的 所以你才会这样子去想问题 但是有很多人 他对主流媒体还是没有清楚的认识 就是我那个朋友 我就跟他讲到这个拜登 讲到这个他这个现在这种状态 我说他支持给这个乌克兰送钱 支持乌克兰打仗 这件事情你不都你不觉得有猫腻吗 你怎么现在会跟拜登是站在一条正线上了呢 他他就非常的生气 他说你怎么可以因为他倒选 你就把他做所有的事情都否定掉 你看所以他他觉得说 你不能把所有主流媒体爆出来的消息 都当成是假的 当成是坏的 他是这样的 所以他还是在听主流媒体的信息 那当然你刚才说要持这个开放态度 是因为你对主流媒体的信息 是有认知了 已经有认识了 对 所以你会采取一个 就是说我最起码我不立刻做结论 我不给他马上下定义 说是对的还是错的 对吧 你是现在是持有这种态度 其实我就想讲一下这个阴谋论 这个美国那个时代杂志 他曾经就是这几年 他曾经评选出了世界上 就是流传最广的有十件事情 是被定为阴谋论的 他是讲什么呢 肯尼迪总统遇刺这件事情 有人就说肯尼迪总统被刺是有计划的 是有人搞的 因为当时他是抓那个凶手抓到了嘛 但是审判以后呢 就是真相他没有真的一个一个的完全的爆出来 后来就是在统计中间发现说70%的美国人是不相信的 就不相信政府爆出来说肯尼迪被这个人杀了 因为当时他们就看那个根据那个子弹飞行的路线 就觉得不是从那个角度来的 是从别的另外角度 就是还有其他的杀手 那起码你也应该说承认说可能还有别的杀手 我们没有抓到 你知道吧 但是就是他们不能承认这一点 如果一承认这一点被抓到的凶手 最后就就会有问题 就会一就不能定案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人家提出来说 根据弹道痕迹显示 说是还有另外的杀手 这件事情他们就把他 就把他说你们就是想要搞个阴谋论 这件事情已经结案了 就结束了 当时有70%的人都不相信 就想想看 这件事情是蛮大的 但是他们不去查 不去就是说 这么多人都不相信 那我们提出来的这个东西我们去查 对吧 他不查 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在民间沸沸扬扬的 所以这也是被政府 定为说是阴谋论 是有人故意搞鬼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说成是有其他的杀手 在干这个刺杀的事情 但是在就是 刺杀事件发生后的20年 涉及该案的重要证人 接二连三的丢掉了性命 死亡人数已经将近200人 所以你想想看 你说这个政府定他是这些人 说是阴谋论 你说是阴谋吗 还是真的情况是有问题 这个出现了这些 后续的这些事件出现了以后 那就其实是证明了 人们当时的 让人不得不怀疑 对对对 怀疑是事出有因 肯定是的 对美国近代史上也有很多这种事情 记得 911也是一件 对对对对 另外一个就是911也是 也是很多的争议 对 到底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特工特勤局没有发现这件事 对 让你说这是不可能的 对 然后呢也流传着说 有一个秘密的一个集团 控制着全世界 这个也被主流媒体定为阴谋论 那当然现在就是说 这个 这些人认为的这个一个秘密的集团 是光明会 共济会 和掌握金融的那些家族 就是全球金融 那些家族 说在控制着这个全世界 这件事情 也是被他们 就是不做任何的解释和调查 他们就媒体全部把他定为阴谋论 那把他否定掉 说是阴谋论 我觉得这个媒体积极忙忙否定的事情 都有猫腻 我是这样认为 还有关于犹太人大屠杀 这个事情呢 倒是真的很奇怪 就是包括像犹太人大屠杀 和另外一个事件 我就是说 耶稣和摩达拉的玛利亚 这两件事情 我倒是觉得 真的是阴谋论 像这个耶稣和摩达拉的玛利亚 他说他们两个关系不好 就是有问题嘛 就是有 有这个不好的这个关系 其实这个东西是完全可以去考证的 没有人拦住 你从哪怕从考古学 从那个 他们当时那个记载的那些历史 还有从圣经的角度 可以去考察的 这个事情没有人拦着的 但是呢 就是一直有人在讲 说就是还编很多的故事 还拍一拍 就编成这种诡论 对对对 这个事情 这是我觉得 这个其实真的是个阴谋论 然后说犹太人没有被屠杀 没有屠杀那么多 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 因为历史上都有很多的这个人证 然后这个资料的证明 这个说犹太人没有被屠杀那么多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人故意在在搞 确实是就是说 阴谋论中间 有些事情是真的是阴谋论 有些事情我不认为是阴谋论 就特别是很快就要掩盖的那些事情 对其实的确是这个阴谋论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 因为我也听过很多的阴谋论 就是就听上去完全就是不符合这个常识 或者说完全不合逻辑 但是但是在传传播这件事情的人呢 他又对对这件对他所传播的这个东西 非常深信不疑 而且你无法去做任何的质疑 就是他把它几乎等同于一个真理 或者是一个事实来传播 那这种的话 我就我通常就不会去争论 但是您刚刚讲的那历史上的几个悬案 就是没有没有得到这种论证 或者说有很多疑点的事情 我觉得的确是有可能 就他就真的是不是真的 就是他真的可能就并不是事实 因为你看美国近代史上很多的事件 包括肯定迪遇刺还有911这之类的事情 因为最后能够接触到真相的 能够接触到这个第一手资料 并不是大众 对 他可能是这个中情局 或者是什么FBI 对 可能是美国的一些这种 特别的一些一些机构 甚至是像总统的 比较比较比较高的一个 高阶的一个圈子的这种人 但是他们是不是 有动机去掩盖一些事实呢 我觉得是有的 然后他们是不是有能力去掩盖 我觉得也是 也是有可能 因为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 这些事实 而且他也可以通过一些手段 一些操作手法 去把这些事情 往他所需要的结果那里去引导 甚至像有人传言说什么希拉里 克林顿有什么 克林顿基金会 然后希拉里他又怎么样 然后他们有很多事情 然后很多知情者 然后也一个一个的神秘的死亡 大家也觉得这个 怎么可能 但实际上 还是 还真有可能 就是当他掌握到一个权力 到一个程度的话 他可以去垄断这个真相 但是我们是不知道的 而且他还甚至可以控制媒体 他可以去引导媒体 去传播一些事实 但我们看到在川普大选期间 不是有爆料 这个拜登的儿子 他的一些丑闻吗 但这个事情 本身我 我并不是完全相信 他也是一个像纽约 纽约邮报嘛 他首先暴露出来 但是其他的主流媒体 就左派的媒体 就完全不报道 就假装没发生 然后这个事情呢 在大选前出来的 当然你不排除有这种 就是为了影响大选 这个目的 而且这个事情本身 到底有多属实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直保留 但是有一个 有个事情很奇怪 就在于 为什么要去掩盖这件事 那如果这个事情 真的是 他拿到了资料 为什么不可以去公布 让所有人都看 为什么有些媒体去报 有些媒体他又完全不报 然后为什么这个事情 一定要把它压住 然后等到拜登当选以后 才可以来讨论 本身这种操作 就让人觉得可以 所以你说他是阴谋论 那你请你把证据拿出来 你怎么能证明他是阴谋论 如果他不是阴谋论 你怎么去把它呈现出来 放在阳光下面 让我们来鉴赏一下 让大家来评判一下 为什么会当成阴谋论 就是因为他见不得光 那是谁让他不见光 那明明就是你们这些 这些建制派的人 你们不希望他见光 所以你说他阴谋 他当然阴谋 因为他本身就不在阳光下 那请你把阳光下来好不好 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自然就阴谋就不见了 就变阳谋了 那问题是他又不愿意这样做 那你让我们 不让 让我们不去相信阴谋论 那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的 你觉得吗 对 现在有一个 传的比较厉害的一个 被人认为是 比较大的一个 阴谋论的一个 一个事件 就是关于这个 有一个集团 我们说他叫阴谋集团 控制着这个世界 其实这件事情呢 我有我的看法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 不是阴谋论 为什么呢 其实人家都不是阴谋论 人家是阳谋 我最近就看见那个 就是 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嘛 那个施瓦布 对吧 我发现他写了一本书 他那本书呢 讲得非常清楚 讲到什么呢 他就是讲到说 这个 就是这个世界 要往前看 现在这个局面很混乱 往前看了 他给人指明了方向 2030 我就特别奇怪 我说这个世界这么乱 你为什么第一 你不找找乱的原因呢 对吧 他们就是好像是一个已经认可了 就是该这么乱 这个乱不用找原因 这个乱是没法治的 你只能往前看 想办法来就是适应 现在这种乱的局面 这个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呢 其实因为我以前在那个香港基金公司工作 我们是会去就是做一些投资嘛 做投资分析 其实我们去比如说我们看好一个项目 对吧 我们就去分析一下 这个项目呢 现在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个市场上面 就这个方面的这个市场上 他是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 他有什么优势 那投多少钱进去能让他爬到什么样一个位置 我们是做这样一个投资分析的 那个就是马云那时候 他刚刚就是好像就是左冲右突 做了很多生意都失败了 后来呢就是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呢 就给他投了前三轮 投了他就是他正正起来 之前我们对我们这个公司就给他前面三轮的投资 都是我们这个公司投给他的 不过投他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公司了 后来呢就投资回报是很高的49倍 然后呢就是当他做前三轮就是投了以后 他已经做做起来了嘛 然后就才后来才大的投资 才是孙正义投进去的 然后他就腾飞了嘛 马云他整个的事业就腾飞了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做投资分析的时候就很清楚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你做这一行啊 你做这个专业 你一定要在这个专业里头 你要有比别人不一样的 你我们投了你以后 你要把这个市场呢重新就是变成 好像重新排队你知道吗 就重新洗牌 你要在这个行业里头 你要成为一个领军的 那才值得我们投 比如像这个我们那个公司 那时候我在的时候 我们的公司投了一个康师傅 那时候你知道在中国 那个时候快签面是才刚刚起来嘛 那时候 哇那个康师傅 后来康师傅当然除了快签面 发展了很多的东西 投进去也是投资回报非常的高 所以他等于成了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然后马云呢 他也是投了他以后 你知道他把这个 就是实体店啊 其实就是差不多 Kill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就实体店就给他打 所以他等于是把整个零售行业重新洗牌 他变成零售行业的这个领军人物 那现在其实这个世界大从事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他用的这个手段非常的糟糕 像马云呢 他可以用这些 就比如说金融上面他的优势 比如说就是支付啊 这方面他的优势 然后呢 这个就是利用他这个销售手段 他就是比别人先进嘛 这种销售手段 又简易 又成本低 因为你实体店要租那个租萌面 对吧 他这个可以不租萌面 所以当然我不讲他带来的很多的不好的后果 就是说他总是有他的先进的一面 优势的一面 所以他用他先进优势的东西把别人打败了 那就是虽然很残忍 但是呢 也你就是说你也不能去怪他 你知道吧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大从事呢 他用的手段就是非常糟糕了 他就是把整个世界把你推倒重来 就是他要杀人 他用病毒 他用这种疫苗 就是他用的这种手段 是非常就是按照有些人讲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病毒生物战嘛 是一个战争 实际上他用战争来重新排定世界秩序 那当然他们是老大了 因为他们是有准备的 他们去准备把世界搞乱 然后他们准备来收拾这个残局 他们已经 其实他在他那本书里面已经写了 他说是说第四次什么工业革命 他这个书的中文名字翻译着第四次工业革命 其实他用的这种手段是非常的 就是违背人伦的 他跟那个我讲的马云投资 把一个市场broken了 然后他重新建造一个市场 还是还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说 所以在这个我看他那个书以后 我就看哇 人家已经明明的告诉你了 我们要把这个世界搞乱 我们要把人人口减少 我们要重新设置这个世界秩序 对吧 他们其实这个世界经济论坛 他们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你们的小土豆也是他们培养出来的 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培养了很多国家的领袖了 所以他们按照他们的计划 一步一步在实现这件事情 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 我也跟我那个朋友讲了 这个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广为流传的一个事情 当然他也不再是阴谋论 其实已经公开了 对吧 对 而且作为这个世界经济论坛 他也自己还 他还经常自吹这件事情 他自诩为 就是说他在培养这个世界领袖 然后但是我也看到一个信息 他这个所谓的世界领袖培养 或者说这个集中营 就培养 他里面也不光是只有政界的人 他连这个娱乐界的人都有 就像有几个华人这个演艺人都在里面 我觉得 他是新闻媒体 对 我这两天还特地去查一下 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维基百科 关于这个 什么叫这个 世界经济论坛 他还有一些介绍 其实他之前并没有那么大影响力 他也就是 他成立于这个70年代 但是 他是在最近 进入这个人们的视野 就是因为这个全球化 全球化以后 然后这个达沃斯 他其实就在达沃斯 那个瑞士的达沃斯 这有个年会 年会就是等于是他的这个旗舰 然后就会有这个世界比较知名的 一些比较重量级的人物去参加 然后等 在这个中国入世以后 就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 中国也成为这个 这个参加的国家之一 就中国的进入这个 全球化的这个 这个大家庭以后 这个达沃斯论坛才 慢慢的就变成一个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一个 一个这种集团 一个组织 但实际上他又 他又号称是一个比较这种非盈利的 然后是一个比较松散的 这种 一个团体 其实他也并不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 一个政治上的实体 他也就像一个 他甚至连联合国也不算 但是他 很有影响力 的确是 然后他也会 会把一些世界领导人 当做他的一个 一个品牌来推出 像特鲁多 我们都知道 他的内阁里面有一半的人 都去参加过这个会议 但实际上 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 不光是特鲁多了 就是其实其他的政党 反对党也会有 也会有人选去参加这个会议的 因为大家都需要了解这个 因为他既然 他不是一个政治组织 他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学术性的一个 一个像一种俱乐部 这种性质 那大家当然去了解一下 这些议题 对啊 因为也有一些这种名流啊 像这个比尔盖茨这样的 就是对世界有一些 对世界发展 有一些影响力的人 他们也会来参与 那大家继续交流一下 然后看看 有些什么新的这种 精神带回来 他的主题也就是说 他们关注的是世界上 比较一些流行趋势吧 包括环保啊 这些议题都有 但是呢 最近 自从疫情以来 然后他们好像这个 这个关注的点 好像就变得越来越邪恶了 就是变成一种大虫制 然后又要用这种病毒啊 生物啊 这种方式 来对人类进行这种灭绝 这就很可怕了 然后 但是正是因为 有这样的一种传闻呢 我觉得 有一些人就是 来戒皮发挥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我并不否认 这个世界经济论坛 它是对一些国家 是很有影响力的 甚至对一些这个执政 执政的政府都很有影响力 但是呢 我也 我也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一些人 他就开始把这件事情 来无限的发挥 变成一种什么情况 就是说 这个世界经济论坛 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 凌驾于所有国家之上的 一个组织 或者说一个 一个权力机构 也就是说 它可以号令这些国家 号令天下 然后不管你这国家 是什么执政党 还有什么反对党 你推出一个什么候选人 就会被他买一通 然后你又推出一个候选人 然后又被他买一通 所以基本上 你这国家的 这个民主政治选举制度 已经没有效了 已经失效了 因为它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 然后它可以决定 这个国家的人事安排 这个更换 可以培养 可以塑造这个国家的政府 到这种程度 那我觉得 那除非你能拿出 拿出真凭实据来说服 不然我没有办法去接受 因为这也只是 一个个人的推论 并不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我们要 我们要小心的是 一方面我们并不否定 这个阴谋论 第二个 另外呢 就是在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要 我们也要去小心鉴别 哪些是一些个人发出的一些 个人的观点 个人的猜测 那哪一些是说 哪一些才是 真正的它背后 实际存在的一些东西 对 你刚才分享的很对 他们这种组织 它是名义上 是个非营利组织 其实就 你说是俱乐部 我觉得就类似于 像智库一样的机构 对吧 它应该就像智库一样的 它做一些研究 然后给一些建议 对吧 这个是可以的 但它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 就是前一段时间 其实没几天之前 是哪一个国家 好像对他们提出来的 这种要建立这种 世界统一政府 就是比如说给这个WHO 那个超越 这个各个国家之上的 那种权限 有一个国家 不知道巴西还是哪个国家 他那个总统就说 我们不吃你这一套 要退出 要退出这个事 对 然后他就威胁人家 这个帅哥 所以 这件事情就非常可笑 你一个类似于像智库一样的一个机构 你凭什么你去威胁别人 你要说是WHO出去威胁一下人 还有可能 就是你世界卫生组织 对吧 就比如说我们 我们是个club 你就要遵守这club的规矩 对吧 叫什么 世界经济论坛 算是个什么东西呢 所以他就威胁人家一个主权国家的领袖总统 这就讲的是就是太过分了 就是做得非常的明显 他们都不掩饰了 那为什么能够不掩饰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有一批人在跟着他们 这些人都是手上有权柄的 有能力的 有钱财的 尤其是那些左派的这个左派政府 而且是发达国家的左派政府 一个是政府 还有一些 你比如说像掌握 你不是掌握媒体的 社交媒体的 像这个Facebook对吧 这个扎克伯格 这些掌握媒体的这些 媒体的力量是很大很大的 这些人是他的常客了 这些人是 很有可能这些人都是他们扶植起来的 对非常有可能 甚至有传言说马斯克也是跟他有关 对对对 所以这些 那马斯克 你刚刚讲到那个金融 我又想了一个事情 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 这个世界是被两大公司控制 这个是不是觉得更不可思议 就是两大集团公司 他们其实也是控制金融行业的巨头 一个叫黑石 一个叫先锋集团 这样就事实上90%以上的公司 其实都隶属于这两大公司 然后就是他下面的分支 所以事实上他们是真的在背后影响这个世界主事 对对 这也是另外一种传闻 对 这个不是传闻 这个是事实呀 就是人家已经去出挖出来了 把他那个线路就是黑石手下控制的 什么什么什么集团 什么什么集团 最后的这个背后的这个老板 就是归结到黑石 而且而且这个疫情 这个所有的什么疫情 这个疫苗护照啊 这些东西的推动 都是背后就是他们在做的 对 所以就是因为普通老百姓 就不太关注这些事情 而且主流媒体呢 尽量把他们就隐藏起来 所以叫你们就是根本就是 你们不知道他背后到底是谁 你以为说这个Facebook就是这个扎克伯格嘛 是老板嘛对吧 然后其实你要看看最后看看他那个主要的投资人啊 控制人啊 最后那个线路都会去走到最后是黑石啊 这个先锋啊就是走到这些公司 因为这些人他创始人 他实际上股份是很少的 对 或者说他一开始 投资人投的案对 对他是创始人 像包括所有的这些高科 像Google 他一开始他是有一个创始人 像那个扎克伯格 但后来当他想要去融资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的股份 他的原始股 也就是说他整个对公司的这个控制权 就会让给一个一个大的投资方 对 因为你需要他的引入他的投资基金嘛 对 那这时候你却得出让你的股份 最后你就变成一个小股东 对 控股的是那个是这个背后的集团 对 所以他能决定这个公司的走向 其实你作为创始人反而是没有没有这个控制权 对 这个 那会不会这个国家的政府也是这样的 最后变成 其实你这个总统他只是台面上的一个人 但实际上背后是谁 大家都知道 拜登肯定不是一个这个国家的领袖 他背后肯定有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 就是媒体和那些这些集团 他们集中力量反对的攻击的人 你就知道这些人不是他们一伙 对 完全可以这样推断 这是符合逻辑的 对 所以我们就是 所以是不是可以推测 中国好像目前还没有融入到他们这个集团力 中国是有帮派势力的 对 帮派势力 很厉害 中国的帮派势力很厉害 中国呢 它是有 就是有家族的这种帮派的体系的 但是呢 他们是在一个 其实他们也都是在这个共产主义这个幌子之下 大家轮流坐庄 但是呢 他们有各自的派系 就是有一派系呢 就非常的 就是听命于这个 想要搞这个统一政府的 世界统一政府的人 但是呢 但是你看这个习近平这个人是非常滑稽的一个人 你知道他就好像就是那种软硬不吃 我要搞我自己这一套 就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现在有些人说他是白帽子 我不认为是什么白帽子 只是呢 他是站在他自己的利益方面去考虑 他在中共 虽然他家也是什么红色家族 但是 他这个人 你说从这个才干啊 从这个人的这个叫什么 性格啊 这方面来说 他驾驭不住很多人 就是 所以他就是在这个最后这个时刻能被选上 把那个薄熙来给弄下去 都是别人觉得他 好像不会翻大浪 你知道吗 就是他的才干啊 他的这个关系 就是他后面能够听他话的人 还有他的这个人的这个智商啊 才干啊 人家就觉得他不会翻大浪 所以让他来做吧 谁知道他是有他自己的打算 所以我不觉得说 什么白帽子 黑帽子 我不判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是 他考虑他 他自己的这方面的 他从他自己自身 这个角度来考虑 就是我怎么来管 管得住这个国家 所以呢 他也会权衡利益了 我觉得 他不是 有一点可以看出来 他不是这个大一统政府培养的人 嗯对 因为因为这个大一统 被他们打压的那些政府 像俄罗斯 巴西 这几个 印度 对对 所以这个普京 应该也不是这个大一统政府 培养出来的人 对 就算是可能也跟他们分道扬镳了 我觉得 他去参加 对 甚至川普他也参加过 18年的这个世界经济论坛 参加他们的经济论坛 不代表是他们培养出来的人 对对对 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都会 但实际上能不能被他所影响 对 或者是他的代理人 其实还要看他具体 对对 对 我觉得这个有些阴谋论 真的就是你讲的 那个就是开放的态度 我们不要去 在没有充分的资料 证明的情况下 就去 就是认可他 或者是这个否定他 一定要有 我讲这是普通老百姓 讲的话 多一个心眼 你多一个心眼 你就少吃一点亏 对吧 就是 但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些阴谋论 也不是阴谋论 你觉得呢 对 对 因为你想 如果我们回顾这个历史 就在这个使徒年代 当时也是有建制派的 是吧 像这个 犹太人 这个国家 他有很多的这些 他们有个阶层叫做什么 就是 就是他们是宗教 或者说 法利赛人宗教领袖 有宗教领袖 还有一些这种 所谓知识阶层的人 也有 法利赛人 萨都该人 他们就代表着建制派 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这个时候呢 突然冒出来一个人 叫这个施洗约翰 像疯疯癫癫的这样一个人 他不停地在发一些预言 这就是他们最早的 这个阴谋论的来源 我觉得 因为他说 弥赛亚要来 这个主耶稣要来 然后 这跟他们的官方言论 好像就不一致 就觉得 你一个这种疯癫的人 凭什么来 凭什么来领导 这个来带风向呢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就可以说出来 后来这个 施洗约翰 后来不就被他们砍头了吗 对吧 然后他的这个 然后耶稣就来了 耶稣来了 然后耶稣还替他这个 他还被这个施洗约翰施洗 然后呢 耶稣然后又发一些预言 然后他是神子 他带着权柄 那他讲的话 当然就是成为一个 他发的预言 肯定就是一个事实 但是呢 又触动到这些 触怒了这个当 这个当权派 这些既得利益者 那他们就认为 这个又来一个 这个阴谋论者 然后最后也是找这个理由 就判他死刑 判他死罪 然后我觉得 如果在那个年代 如果你 我们没有信仰的话 那肯定就是 相信这个当权派的 那个说法 那耶稣就是一个阴谋论者 对吧 但是实际上 有很多人都相信了 耶稣的话 然后他们都知道 这个人才是真正的神 神的儿子 他是 他代表的是 并不是阴谋 而是说 他只是在 他领先于 他的那个年代 他讲的话 在这个 在当时的年代 不被接受 但不代表他 这个就不是对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否定 阴谋论 那我们就 只好否定 那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 领先于这个 时代的预言 我们都 我们都可以不去相信吗 实际上有很多事情 真的是发生 然后 只是在这个当时年代 不被接受 我们 为什么一定要去否认 这个 你当时不能理解的 一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还是 还是可以去 对 还是用开放的态度 去面对一些事情 对 你这个开放的态度 在圣经上 还有一句话 可以来讲 就是 我们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慢慢的动怒 对 这是圣经上 一个教导 就为什么 因为你快快的 去定论的话呢 有可能会定错 其实就羞辱自己 是吧 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 我们羞辱自己 就其实也就是在 羞辱我们的 你刚才讲到 施洗约翰 我突然就想到 有一个话题 就是我那个推特底下 有一个人 他就是针对我推的东西呢 这个是个基督徒 这个人 他以前我看他的推 我还是挺喜欢他的 对 结果最近呢 他就有点改变 你知道吧 有点改变 我也觉得很奇怪 结果后来最后 我看他的推上说 他已经离开 他原来的教会了 他现在去了一个叫 归正教会 然后呢 不谈政治 我呢 因为看他过去的那些 那些推号 所以我也不想再去针对他了 因为前面有一些 你来我往 因为我底下的推友 跟他有争执 然后我也在里面 其实我想做何事老子 我就把一些圣经的经文 就推出来给他 其实是想叫他 好好考虑一下 到底圣经上是怎么说的 但是他不买账 他居然就变成 发展到最后 就说他不谈政治了 对 其实我在这里特别想提一句 不谈政治 这句话非常不属灵 非常不符合圣经 为什么 我就讲 你刚才提到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是为什么被杀了头的 他就是谈论政治 他如果不谈政治 他就不会被杀了 对 确实是 很简单 所以现在的基督徒 真的要 真的要小心 不要乱解圣经 真的要好好的去读经 去求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 叫我们看见 说我们在这个世代 神留着我们在这个世代 是到底干什么 如果 真的这个不谈政治 这个是一个 因为我们 我以前也跟别人 也做过一期节目 这个不谈政治 绝对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 还有一些叫什么 归正教会 你起个名字叫归正 你就归正了吗 还有这什么 什么五个什么 唯独基督 唯独圣灵 唯独耶稣 唯独啥 唯独就是唯独你们教会 真的 你不要这种样子呀 其实看看启示录 启示录上就是那个 在艰难困苦里头 有一个教会 他们就是不停地 要靠着神 才能活下去的 那个教会 没有被耶稣责备 其他所有的教会 都有问题 所以呢 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教会 觉得我这个教会 别人家的教会就好 我教会最正统 最正确 不能真的 基督徒千万别干这些事情 其实你刚才讲 那个不谈政治 这个事情 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因为 你不谈政治 政治会来谈你呀 问题是你像 我们所有的这些生活中 遇到的任何的法律 法规 包括疫苗强制 这都是一种政治 你可以不谈 但是这个东西 明显就会落在你的身上 那你就是 你说所谓的不谈 那就是 你其实是 臣服于政治 就是你不谈 那这叫你打疫苗 那你就打 那叫你干嘛 你就干嘛 你是没有谈政治 但是实际上 你是被政治控制 所以你并不是不谈 而是说 你是对政治鼎鼎 膜拜 其实你就是实际上 失去了一个 作为一个基督徒的 你的本分 因为基督徒 你并不意味着 你就要对这个政府 来崇拜 就你完全对他言听技术 对这个政府 绝对不是这样 因为政府有些东西 它并不是和神的这种心意的 也不是符合神的教导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分别来对待 就分别为社 所以我也是反对 这个所谓的 这个不谈政治的 这个基督徒 所以我们也看到 很多的派别 就是大家最后 号称都是基督徒 但实际上 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 也是千差万比 刚才你讲的那个 就阴谋论 我想再补充一点 可能我不知道时间 还是不是允许 我们知道有一个政府 我们也知道 背后有一个邪恶的势力 就是这个 属能够撒旦 他是属魔鬼的 他是在背后控制这个世界 那么作为我们这些人来讲 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那我们当然不愿意去 跟他们为伍 第二个 我们也不愿意臣服他 那我们作为这些基督徒 我们本身 我们是属神的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怎么样去来对抗 这个世界政府 你有什么看法 对 你讲到这个阴谋论 讲到这个世界政府 我有一件经文 可以来 就是 可以来佐证 这个阴谋集团是存在的 就是马太福音四章八节 那时候就是魔鬼 就是来试探耶稣嘛 耶稣不是禁食四十天嘛 这个四章八节讲到说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原来是把他带到一个垫顶上去 叫他跳下去 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神会拖住你 后来他又把他带上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俯伏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你看 就说明是什么呢 这个魔鬼啊 他是万国的荣华 都是在魔鬼手上 他真的就是在地上 我们现在人类活在这个地上 现在万国的荣华 都在魔鬼的手上 有人说 那不是神管的 对 神管的神是有 这个在圣经上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到一定的时候 他是在那个2000年 以前他是来了这个地上 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的 让我们罪人能够通过 就是接受他的救恩 能够跟神和好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神也讲到 他不是说来了以后 他就一直在地上 然后就把这魔鬼捆起来 他是要等到 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他才会把这个魔鬼 捆起来 扔到地狱里去 1000年 以后还会放出来 所以说 这个在这段时间 我们现在其实就活在 这个第一次来 跟第二次来之间的 这段时间 那这段时间 是谁在地上 地上管着这些钱全色 就是魔鬼 你若拜他 他就会把地上 万国的荣华 就是这样 所以说阴谋集团的存在 这节经文已经佐证了 确实是有阴谋集团 而且现在我 其实我也看到一些 主流媒体 绝对不放给你看的 一些视频 他们就是 尤其是在美国 他说你肯定是看不到 在西方你是看不到的 但有些东西 在中国还能看到 所以就是这个 习近平时代 所以习近平不是他们的人 那边这些视频 还能看到 就关于那个 共济会的一些视频 他们是把他们自己 尝得非常的好 这个有些视频 真的就是 他们有那个 就是拿人去记 献祭的 活人献祭的 被偷拍下来的 所以这些都不是 不是阴谋论的 不是空穴来风 你稍微留意一点 就是有一点逻辑和常识 你其实都能看见 这些蛛丝马迹 不是看不到 真的能够看到 对 你刚刚那个经文 你还有吗 对不起 我打断 你可以 你分享 你刚刚那个经文 我也是印象很深刻 就是魔鬼 他把这个世界的荣华 指给耶稣来看 我觉得只有耶稣 他可以抵制这种诱惑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但是大部分人 其实并不能抵制 所以我们看到 很多的所谓的世界精英 越是那种精英阶层的人 他越难抵制这个撒旦的诱惑 撒旦给他的这种 给他许诺的这个繁华 这种事的成功 放在他眼前的 我相信没有几个人可以 因为他内心并没有信仰 他觉得 那我最大的价值 我最大的成就 就是在这个地上 在这个世界上 我得到我及时行乐 我得到我及时的享受 及时的荣耀和成功 所以他们眼睛便没有看到 一个更远的地方 所以我们 我们在面对这个 一个这种强大的 可以说是很强大的 一个黑暗势力 那我们很多人 其实他最后就放弃了 就觉得 反正我们再怎么抵抗 再怎么反抗也没有用 那最后我们就躺平好了 就大家就什么都不做 就躺在那里 那不是 你刚才问的问题 其实我没有回答你 就是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做 就是有很多人是这样讲的 他说反正我们都来都去 也没有用嘛 再说教会里头 也要我们 不要关心这些政治 对吧 我们就相信 神已经得胜了 反正神来了 我们就跟着得胜了嘛 其实不是的 就是因为 这个是一个误会 就是说 如果你信神的话 神的得胜 他是应许你 你可以跟他一起得胜 但是如果 现在耶稣来了 他能把权柄给你吗 其实我是有经历过的 我有一次 我就读那个约伯记 就他上面说 耶稣华神指着约伯 对那个撒旦说 你看见了吗 这个人啊 是个义人 全然的公义 这个撒旦说 哇 他敬畏你 不是因为你祝福他吗 然后神就允许他说 那你就剥夺他嘛 没有这些祝福 物质上的 外面的祝福 你剥夺他了以后 你看看他 当然最后约伯 是金兽主 这种考验 对吧 他没有就是弃绝神 对 但是你知道 我读这个经的时候 突然有个声音问我 我就知道那是主 他不是用讲话 就是那种 就是我就是经历过了 很奇怪的一种经历 就是我可不可以指着 你跟魔鬼说 你看看 这一位 是个义人 哇 我都吓死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如果神 魔鬼跟神 站在我面前 神指着我 能像这样 魔鬼那样夸口吗 绝对不可能 我简直是千疮百孔 你知道吗 我真的吓死了 我当时你知道吗 那个敬畏神的 我一下子就升起来了 我就觉得太可怕了 这个信仰 是一个真实的信仰 你知道我们每一句话 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都在神和魔鬼面前 魔鬼 我们很多的 很多的时候 很多的口舌上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行为上的问题 魔鬼可以指着我们 向神控告我们 你知道 我们其实不知道 就是平时这个人跟圣灵啊 或者是邪灵 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 灵界发生的这些事情 非常真实 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 所以 我还有 启示录上还有一个 一句话 还可以来证实 这个 这个 就是阴谋集团 它是存在的 这魔鬼集团 是存在的 他启示录上 十三章七节 说又任凭 他与圣徒征战 是指那个兽 并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他 赐给那个兽 制服各族 各民 各方各国 凡住在地上 名字 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 被杀之 羔羊 生命册上的人 都要拜他 这句话 你就看见吗 他是在地上 是得胜的呀 这个 这个魔鬼啊 这个兽啊 他是在地上 是有权明的 他跟圣徒 争战 他得胜了呀 所以我们会在这种 你知道吗 就在这种 什么金融体系的 控制之下 金融体系 其实现在是被 这些邪恶的人 掌控的呀 所以我们会 在这些体系里 像现在的 这个媒体 它也是一个体系 它是先知体系 是不是 我们是在这种 邪恶的先知体系 掌控之下 是在这种 邪恶的人 在掌控这个 金融体系 所以说 这些圣经上 很多的经文 都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 魔鬼是真的 是你拜他 他是有 他是有权明的 你拜他 他会把钱给你 他会把权给你 就是这个证明 这个阴谋集团 确实存在 所以就是为我们这些 这些先觉醒 先觉醒的人 我们会觉得 跟这个世界 总是格格不入 跟这个世界 所传达的 这些导向的 这些价值 总是不合拍 因为我们 我们自己内心 我们有自己的一套 这种信仰体系 所以就是 不容易被这个 被他们这种 这种 没人听 对吧 这圣经上讲过了呀 就是过去的事情 他后来还会再重复 然后呢 先知也讲 我们传的 有谁听呢 所以一点都不奇怪 对对 所以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 先知并不是 因为他说的 没人听 他就不讲了呀 还是要讲 对 因为我们并不是向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来交账 把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 也送给我们这个节目 就是说 神里面 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句 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 这宝贝就是这个 属神的这个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所以就是 我们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还是会 我们还是会得救 所以我们不要失去最后的这种信息 对 你分享的很好 我就最后也讲一几句话 就是我们在地上呢 就是我们尽我们的力量 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手上有行善的能力 什么叫行善的能力 行善的能力 不是你看见一个 homeless 你给他两块钱 五块钱 不是这个 当然也包括这个 就是行善的能力 就是你知道说 你当做的事情 你就要去做 这个就是行善 那个就是弥加书六章八节说 世人呢 耶和华已经告诉你们了 何为善 何为善 就是你们要行公义 好联名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行公义 就是我们的行为 自己的行为 要在神面前是公义的 好联名 就是要真的对那些 那些就是不如我们的 近况不如我们的 不管是经济呀 或者是认知啊 或者是状态呀 不如我们的 我们就是要对他们有联名之心 包括有些人 他的认知还没到那个地步 恨铁不成钢 他骂的一塌糊涂 有什么用呢 就是救不了这些人 就是要好联名 存谦卑的心 与我们的神同行 就是其实就是说 当你手上有行善的能力的时候 就要去行善 就要去做 其实包括像我现在去那个 回归1776这个 他们那个运动 我去了 我不是说来宣扬我自己有什么好 他们就是想要买一些 那个宪法的口袋小册子 美国宪法的口袋小册子 我今天就去了 买了几百本送过去了 给他们 这就是因为我现在还能 拗福德起呀 我就做一点 这个就是在行善 就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基督徒 不要在地上寻找救世主 其实像川普 或者是这些车队的这些人 他们在做神 感动他们做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 你可以在你能力范围以内 去帮他们一把 或者跟他们一起做 这个就是在行善 因为他们做的合神心意 所以呢 我们也去跟着他们一起做 合神心意的事情 包括川普 他若行在神的正道上 那我们当然要支持他 对吧 就是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人 绝对不能指望人 因为从基督徒 你就应该从历史历代 走到今天就知道说 若不是耶和华 看守城池 你就枉然警醒 你看守的人 你就是枉然警醒 看守也没有用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 这个建造的人 也是枉然劳力 这个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只是 尽我们的力去做 我们就可以跟神交账了 做完以后我们跟神说 哎呀我是个无用的博 这是圣经上的教导 最后事情怎么成就 还是看烟花生 所以就是最后一个话题 不要在地上找救世主 没有 是的 非常好的总结 希望加拿大人 也不要在地上找救主 但是支持那些 你认为遵行神旨意的人 是一定要去支持 对 没有完美的这个候选人 但是我们可以 还是把这个焦点 放在神的身上 然后做我们能做的事吧 一步一步的改变这个现状 对 不要失望 也不要就是指望人 就是这是我最后 跟大家想要提醒的话 你还有什么要提醒的 好 非常好的这个概括了 我觉得 这次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 开心 跟你 跟三姐一起来 谈讨 谈讨这个话题 谢谢观众的 这个 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 好 就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就结束了 好 我们就直播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 到我们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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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